你记得吗 在上一局 你记得我这上一局 我跟他说的什么 我从来不知道 真的 再大型的比赛我都不知道 知道吗 手机 直播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路 不知道刚刚大家有 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参与我们精彩的精彩活动 有没有点队四郎了 那么马上第二局比赛就要开始了 现在在看直播的观众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天天浪人上 APP跟我们进行有奖竞猜 点 什么 刚刚我的老板提醒我 在天天浪人上APP里的活动大厅里 点击活动大厅点队四郎即可获得一千钻石奖励 后面的钻石奖励都在天天浪人上APP里有写 转发并at聊天好友 在我们的天天浪人上微博里 摄像头在这里不好意思 我刚才一直看着美女呢 好吗 马上我们的第二局比赛就要开始了 原来摄像头在这里啊 因为这边摄像头在这里啊 我就一直盯着电脑屏 我一直盯着电脑屏 好的 十二位玩家请一起观看本局游戏的身份牌 好的 请各位玩家 配戴面具 我们游戏即将开始 导播天黑请闭眼 好的 十二位玩家三 二 一 天亮 现在开始进行警长竞选 请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把你们的号码牌制和号码灯上方 好 本局游戏上井的玩家有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八号 九号 十号 十一号 只有七号和十二号两位玩家在井下 现在的时间是二十五分 一号玩家请发言 挺好 这个一号最先这位发言 也不用考虑战扁的问题 为什么上井 因为我发现了 这个游戏第一戴口罩也没什么作用 也是藏不住 然后上一把拿了狼在井下 直接就被排进了公共狼坑 那我这一次上井只是想多说说话 我希望在场井上一定会有 敏人好的大哥是好人牌 那我只要多说说话 你们从我的微表情 从我的手势中 你们就能把我认下来 那就够了 因为我只需要做到 你们能认下来我的身份 我觉得我起码不用被扛腿 我的任务在这个位置就达到了 我相信 我说完这些话 好人大哥一定不会欺负我 拿我当扛腿位 我是一张普通村民牌 就这么多 过了 好的 二号玩家请发言 井下流流十一 昨天十二是张金水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张 一定要上PK台的牌 因为我觉得七号可能是一张 井下的V1狼牌 井下只有两张牌 七号和十二号 十二号 说些件十二号的心路历程 因为刚才这一轮 虽然还没有听到 三号发言的时候 但是我定错了十二号的身份 我觉得十二号可能是张狼 所以我把它翻了 十二号是一个好人 那我这个位置 我觉得一发言其实还可以 就留一天的井下流 因为我觉得大家不允许 我拿到一张预言家牌 在这个场上打满两轮 我觉得不现实 就把这张十一翻了 对吧 十一是张好人 只会全场游戏 十一是张狼 投狼先出局 好吧 因为我觉得七可能是一张狼牌 没关系 我再去PK 还有一轮发言可以听 我是一张预言家 井下流就留十一张牌 十二是我的金水 过了 好的 三号玩家请发言 我发现这个游戏 跟一号的观点一致 你不上井 对吧 你没机会飙水 然后一句话都没发言 就强行被打入狼坑了 会很惨 对吗 然后评价一下二号 二号不像一个预言家 就为什么呢 因为你验十二号 我觉得心度历程不够饱满 就是说 在我的视野里面 十二号这张牌 还是能够去 就是他每一次 之前是 谁说也是说十二号 就是可以 我觉得是可以听他发言 听出来的 就是你这个位置 也十二号 你昨天看了那么多场比赛 我觉得你大概率会去 验一些 你不太可能去定义身份的牌 所以我觉得你验十二号 有点牵强 但是我不打四尼好吗 因为我没有听到 后面的发言 然后 井下两张牌 而且你为什么就认为 你认了十二号牌 你就会打死这张七号牌呢 那狼人 不管是打四狼人上井 还是什么样的格式 都有可能 都十一个人上井 对不对 所以二号五十一分 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五十一是吗 我争取到五十三 高一分不算高 好吗 那十二我就不验了 好吗 十二就不验了 十二号玩家 我通过两天的比赛 相处下来 我觉得听发言 还是能够听出一些的 味道诚意 我不验十二 好吗 我先 先验三吧 我觉得 那好吧 那 这个七 五 十一 包括十 你们就别跳了 好吗 七五 十十一 谁跳谁出局 好吧 这就当是我送给 北军队的好朋友 一个礼物吧 这是我吴彦祖 找预言家的 四人珍藏 你底牌是张预言家 你永远不可能 就看一张 疑似汗跳的 预言家白发言 十十一 七五 你们盯得特别的认真 所以 你们没有资格汗跳 好吗 其他位置就 九八六 你们动手吧 你觉得我像个好人吗 我帮你排掉四个耶 我不是啊 那可能后面那个是真的 好吗 加不多说了 我是个好人 我排掉了十十一七五 其他你们爱干嘛干嘛 好吗 我是个好人 一 不知道 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可以了吗 我是一个好人 天变前 我觉得八号玩家有身份 二号玩家有身份 我觉得九号玩家 彤彤这局应该是一个好人 然后 我听三的发言像是个好人 二的发言 其实在他发言之前 他在抿了一圈 在观察每个人 而且在想 他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他在想怎么发言 他的状态 我觉得不是很像预言家 你去验十一的逻辑在哪里呢 我听三像是个好人 三打二的那个点 我觉得还可以 四号玩家你刚开始认了一个预言家 你说要去翻三号玩家这张牌 那你听三号玩家的发言 你听不出来他是一个好人吗 所以我觉得你的发言很含糊 然后你打了这几张牌 说这几张牌做不成预言家 发言倒是挺高调的 先不打死你 觉得你状态还可以吧 但是二号玩家发言在我这里 一般般 预言家的面只能达到百分之四十 听三像个好人 就这样 过了 六号玩家请发言 那二五两张牌里面 三五两张牌里面 总归至少得出一张吧 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二发言还可以 像一张预言家牌 我昨天不也把十二留到警徽留吗 十二我觉得不太容易判定 我是张女物牌我昨天晚上读了八 八你也别跳了 你上了狼牌你现在可以自爆 狼总会知道我是个真的 因为我昨天晚上吃刀了 我是张女物牌 所以你们外职位狼牌 现在可以自爆了 你们可以读一读 我读了谁 对不对 我读了谁 这样你有机会能吞读 我在这个位置 先占面这个二 反正八你别跳 或是会再听听九十十一的发言 就这样过了 七号玩家没看谁 八号玩家请发言 首先呢 我觉得你是一张女物牌 其次我很开心 因为你说你读了八 那你一定没有读八 安全了安全 不过作为一张好人牌 还是蛮忧虑的 因为女物中刀了 我不知道你读的是一张老人牌 还是一张好人牌 好吗 这局就有点难了 评价一下吧 我觉得二相预言家 三去踩了这个二 但你的状态 我觉得像好人 有的时候确实挺难弄的 挺难弄的 就好像我认四号 一定是一张铁狼牌一样 正如 其实四号的发言 怎么说呢 我用模仿四号的发言 或者说用四号的感染力 来感染你们 就跟昨天有一局 他来订我八 同样的行为 去踩那个七 那个结外一样 以我对四号的了解 我跟他是场上 最跟他熟悉的一个人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一定是一张老人牌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四一定是一张老人牌 我会认二号是一个预言家 然后 那个是什么来着 我本来想模仿一段 七号的发言 我是一张强绳牌 我想要锦辉 我强绳防队跳 也可以拿锦辉的 但是模仿的不像 因为四号这个 结外 昨天就是两局拿强绳 就这么发言 然后我踩了他两次 那我现在我也这么发言 我是张强绳牌 我想拿锦辉 因为我是张好人牌 且是张强绳牌 且是能带队的 所以我会放在井上 我来拿锦辉 好吗 后织会看有没有人 来踩我这张强绳牌 我认为四号是狼 六号 你不希望你读的是一张狼人牌 而不是一张好人牌 否则的话 因为四号在狼队 应该能点中刀 能点中刀 我觉得有点悬 有点悬 我会认二号是预言家 后织会还有谁 九 十 十一 是吧 怎么说呢 其实你们在发言的时候 特别四号发言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看这边 我一直在看这边 一直在看这边 包括这个十 对 大宝 你跟我对视了超过有 你跟我对视了三十六点七秒钟 我认为你像是张狼人牌 且我觉得AK老师也像张狼人牌 因为入院前我定你像是一张狼人牌 我真的看到你们这边很长很长时间 九我不知道 五说你保了这个九 那如果当我认你五号是张狼人牌的时候 我会参考你的意见 我会参考你的意见 所以在我现在视角下面 狼人是四 十一 十 所以十十一跳预言家 我是不会信的 九号跳预言家 他甘愿你得出去 因为二号的发言 在我的理解下 基本上 分数不算高吧 满分一百分 九十九分左右吧 还有三十秒 好吗 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无敌了 四你一定是这狼人牌 好吗 其他还有什么发言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 女巫读了一张好人牌 其他没什么 好吗 过了 好的 九号玩家请发言 如果我觉得你是狼 你有几点都让我觉得你是狼 首先呢 我先不说你觉得二 一定是真预言家 觉得我们后面 没有真预言家这些 我不是一个预言家 为什么我说你 觉得你像狼 首先呢 六说毒了你 你有两点让我觉得你像狼 第一呢 可能六不是一张女巫牌 你特别淡定 你说呢 肯定没有毒我 就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感觉 就是我的感觉 你是知道刀刑 知道不是六死 所以你会发出这样的言 但是后来我又想了想 有可能六是一个真女巫 因为在这个场上 我不觉得就是说 女巫会出来假认 那你为什么还能 就是说那么淡定 这样去发言 那我想知道就是 就是我觉得你是狼 就是因为你 特别想知道 十 十一的身份 你已经刀中一张女巫牌了 所以你要发尽 你最后的一丝光 把后面的身份都抿干净 这是你在做的 包括什么36.7秒啊 这都怎么编出来的 随口说的 之后你告诉我 四一定是狼 如果你觉得四一定是狼的话 五号玩家对他的评价是 我觉得四发言 反正也挺 还行 那你怎么端定五呢 你又怎么端定五跟三 都说二不像真女巫牌家 而你说二像真女巫牌家呢 所以你在我这 特别像一张狼牌 至于二是不是真女巫牌家 十跟十一里没有真女巫牌家 我现在不知道 我会听后面的发言的 但是如果后面有人跳的话 我不见得相信二一定是真女巫牌家 首先发言就那样 但是一张特别像狼的牌告诉我 二号玩家是一张真女巫牌家 所以这是我觉得你像狼的地方 这也是我怀疑二号玩家的一个原因 之后我觉得一号玩家这轮像一个好人牌 就是发言的非常的 就是怎么说呢 感觉很放松 就是呢 虽然说的东西可能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的感觉是相对来说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一身份还行 二那个位置我不知道 之后我听完十跟十一的发言吧 如果你们真的是 就是预言家你一定要跳 但是如果不是预言家 你们是强身牌 也不要给扒敏出来 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我过了 好的 十号玩家请发言 龙哥 龙哥说都用三十多秒来说我了 那我说一下吧 我不会用龙哥的那种方法来说我 我只会用龙哥的发言中的问题来说 首先其实九说了其实说的挺充足的了 首先第一 八呢在接到了六号的吃毒的这个信息以后呢 首先第一点 他秒认了六一定是个女巫 因为我时呢会认为 有没有可能六是一个好人啊 或者是个什么其他的 说自己吃毒了 说自己吃刀了 毒了一个什么什么人 然后呢看看能不能炸到别人 对吧 这是我是一个好人的视角 我觉得六没有第一时间能够认下来是一个女巫 但是八第一时间认下来也是个女巫 那龙哥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 龙哥的第一句话说是 我八一定安全了 开心开心一定没事 但是你如果是个好人 我听到六吃刀的那一刻起 其实我心里就不是很开心了 我觉得不管是不是我吃毒 我都不是很开心 然后后来 其实龙哥你也反映过来了 你说那我 但是我又很忧郁 因为我是个好人 怎么这样 再找回来了这几句话 那这个位置 就我先说好 就是如果十一不跳了预言家 那二号 就我先一会儿我会先把牌拿下来 因为如果十一不跳 我怕第一时间有狼暴 好吧 我先说好这个事 然后呢 三四五 反正你们都不是预言家 你们先暂时都把牌拿下来 好吗 因为这样我只要放牌 第一时间他就可以拿到警惠 好吗 因为我是个好人 因为十一目前看样子 好像是要跟二对钢一波 要跳一波 你看八没有放牌 对吧 说明八 我大概也就不说八号的身份了 然后呢 四号其实有几句话说得不太好 就我不是抠你字眼 就是你说的是这样的话 你说你二 你帮二排除了几个坑以后 你说那你们后面的人去焊跳吧 就其实你的心里是认定了 二一定是个预言家 但在那个位置 你想三都没有认定二是个预言家 你又怎么能一定认定二是个预言家呢 对吗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三给二打了一个五十一分 对吧 然后最后有两句话 对一号说 一号 你能不能下一局发言的时候 牛逼一点上井 你也严杀几个 你怎么上井上来伦伦给人表水 你下回你就不用表 好吗 你下回你只要上来一号 你上来起来起跳发言 说三五什么七严杀 我十号这一票一定跟你走 对吧 一定保你 对不对 怎么就活得那么卑微 对不对 拿出点气势来 把你这个怂字 对不对 对吧 拆开砍 Follow your heart 好吗 30秒 退水 11号玩家 请发言 我就退水了 啥原因呢 我想就争取一轮发言 给你提供点见解 你呢 就没有验我的必要 我给你举一下例子 我认为四个发言呢 在前准备 三发言肯定是爆水了 我觉得三是一个好人 他第一个就是认你是一个好人 对吧 认你是一个警察 就冤家吧 认你是一个冤家呢 然后他把这个后边的身份呢 分别做了谁呢 他做了 六十一 我还没听错的话 做了六和十一的身份 这时候呢 然后到八的发言 我觉得这把这个龙鹅的发言 就又 你们说的是倒沟吧 应该是又沟的这个四 我能找饶子就是 四八 十两郎 你是一个好人 我先跟你听 就说说我听的好人吧 你是一个好人 我是一个好人 十是一个好人 四八是两个身份 你这个一 我认为这把 我咋说呢 我觉得你这是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 我觉得你发言一定是西郎 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想的不太一样 这是他 就像你说那种 人这把就变过来了 一会咱们就是看一下 就是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就是他已经精心的出击给自己充电了 对不对 充得很饱满 希望你充电五小时 待机十小时 好不好 你这次 你保持这种状态 我个人觉得你是一个 四是一个 八是一个 那个我没得着 就这样 我还听出来 有一个人略显像一个神神分 这玩游戏 别人告诉我不能点神 OK 知道了 我退水了 二号 八号 人在井上 退水玩家不能投票 其余玩家请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 二 一 前去 好 七号 十二号 投票给二号 其余玩家 都不能投票 二号玩家当选井长 作业 六号 七号玩家死亡 请留一言 六号玩家请留一言 读了七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 为什么 说实话 我没有太 在入业前 没有太具名挂像 因为我觉得我闭挂像 可能反而自己挂像 会比较足一点 但是我出了当 我回来就在想读谁 我觉得其实狼应该 在入业的时候 通过一些小小的场外 能猜到 我六应该就是张女巫牌了 所以我一定会在井上 去认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读谁的时候 的确经过一番思考 我压根没有太 在狼人的夜晚的时候 去想 我死了之后 我到底读谁 就是我在读药 使用阶段 时间稍有点长的 一个原因 至于为什么读七呢 我其实会在 七 十一 四 二 几张牌里面去读 那我想来想去 我就想读边上的 因为读边上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外出的牌 我都会 在我发现的时候 或者说在上景的时候 我都不停会看他们 如果避免看哪一张牌 会起来很奇怪 只有边上的牌 我可能就不会去看他 这样我可能 如果七是个狼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 如果他是个狼的话 他可能没有办法自爆 去把我的毒给吞掉 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我就把七给毒了 但是我在 听了几张二的发言 我觉得二 像一张预言家牌的情况下 他给十二发了个精水 七是唯一锦下的 另外一张牌 所以我当时在想 会不会七毒错了 那我在看到上景的 一个形式之后呢 我就选择了给 外出的一张八 其实当时我觉得四是不好的 因为就跟昨天龙哥去聊七 用第二次用相同的招数 去干那个JY跳墙神 墙几会的时候 他今天用相同的招数 去表演了一排 前面那一排就用这个招数 来说我给你找真远家 你这一盘找什么呢 你不是发现已经默认 二十个远家了吗 无所谓的 如果读了七是一张神牌 我们可能轮次会落后 读了一张平民牌的话 好像还有得完 我觉得场上配置都这么高的情况下 应该看运气了 就看我这一读 读到如果大肥老师是一张神牌 那我只能背个锅 也没有办法 就这样吧 过了 七号玩家请留一言 我们要搞清楚是什么情况 你把我读了什么 然后那 那我发言以后还投票吗 直接离场 我知道我发言以后 就直接黑夜了是吗 没有黑夜 还有那个投票是吧 是够呛了对吧 够呛了 我想想 我报我什么身份 够呛了 我是 我是一个白吃牌 我是一个白吃牌 我想想 白吃牌 亮牌是吧 吃毒就不用亮 不能亮牌了是吗 我心目中的铁狼是 五号玩家 那是一匹铁狼 那输了呗 我那在场上 我特别想享受一个 白吃 出局以后 我能插话那种感觉 听说是有是吧 可以插话 就白天 都不值得 白天 那被读了 等于我就直接出局了呗 对 是吧 那我就 你们就下巴 拔五头了 过 好的 六号 七号两位玩家 请离场 请进场 请走 三号玩家 请发言 四号你是一张狼牌吧 就是 那个 我觉得 看见你的麦呢 我觉得四号是一张狼牌 走的 七号应该是一张狼牌 走的吧 我没走呢 就是是一张狼牌 为什么呢 我觉得二号发言挺好的 我特地给他打了个五十一分 然后呢 给后面下个套儿对吧 你四号瞬间上套 那我希望你能到五十三分 然后聊了一堆有的没的 哇 就是 其实 那你应该怎么 不站在你的角度 去评价这个二号呢 就在这个地方 去跟着我三号的话 去说 哇 特别像狼 对 你四号一张狼牌 然后我在想 狼为什么怂下去了呢 就是七号 我觉得也是像狼走的 就是 嗯 他非常做作地 聊了一下这个 嗯 他打了四号 他打了五号这张牌 玩这张牌我不知道 我听发言感觉像是一张狼牌 因为他前置位 就觉得我三号发言还可以 那四号可能是一张狼牌 我觉得七号也有可能是一张狼牌走的 嗯 还有就是 那我想一想 那井上 后面的狼是谁 怂下去了 不敢跳呢 有可能是在这个十号后面 非常怂的这张十一号 就是 十一号在那个位置 呃 我感觉他开始是一副 非常凝重的样子 可能是在那个地方想 我要怎么跳 但是到了他发言之后 他怂下去了 故作轻松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一张 做我身份的一张狼人牌 所以我这个地方 我觉得四十一不好 对啊 四号狼 我如果没人出的话 我可能会举票这个四号狼牌 但是七太做作了 我觉得七这种发言 无非就是把我 厂商一张身份牌不点 就光点一张我 七号玩家你是个狼 我是个好人 后组一定出了汉条 觉得你 八号玩家吗 哦 不管了 好吧 今天先出 我是个猎人 我体牌是个猎人 我认为七号玩家 一定不是张 白痴牌 所以我在这里启动 因为 我不敢保证 三号玩家是不是一个狼 但是三号玩家 我估计这一轮 如果我三四两个 平民身份的话 我相信二号玩家 一定会出我四号玩家 所以我必须 脱下我的外套 露出我的八块斧接 我底牌是一个猎人 我今天请你五号玩家出局 好吗 你八号玩家 也不是什么一个好人 七号玩家你像个狼 反正我不管 今天我猎人带票 我就要出你五号玩家 好吗 八号玩家你很不爽吗 八号玩家你很不爽吗 都这个嘴干什么了 跟我互动一下呀 再接嘴就砍你 我时间还有多久 还有一分半 你跑了我不砍你 好吗 跑不了了吧 我紧张我觉得 我已经打算好了 我砍你了 我告诉我狼同伴 就是 就看他们找得快还是我们砍得快吧 我一圈翻一下来我会自爆的 自爆了之后 再去 我 我下来看哦 因为 刀不够嘛 你这种白车卡了也没劲呢 好吗 八号玩家 我等一下自爆晚上再跟你们商量一下 怎么去确定那个猎人吧 好吗 你拼命地叫我摸狼干什么 摸狼你们女巫就死了 八号玩家是个白车 猎人我晚上商量吧 我等一下告诉你谁是猎人 每人发言时间一定要过三十秒好吗 少于三十秒我就砍 还有十秒 还有十秒 啊 玩家 我本来晚上砍你的 我就怕你是个冤家 还好不砍 但是 哎 不说了 发言时间到 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其实我觉得八项猎人 八的发言第一天 他说 他不想 因为只有猎人才知道 第一天的开枪状态 是什么状态 对吗 六号玩家说 把八读了 八号玩家不相信 那只有八号玩家开枪状态 是可以开枪 对吧 我觉得八是猎人 这个走的七号玩家 肯定是一个狼 都给你们点刀了 就要来刀捕 因为第一天我的发言 我觉得二号玩家 确实在我这冤家面不是太高 主要三号玩家 现在二号玩家是一个冤家了 三号玩家第一天 虽然去攻击了二 但我听三号玩家第一天暴水了 就像十一号玩家说的 三号玩家确实暴水了 在这里发言 心态也偏好 所以我觉得三是好人 这个七号玩家 七号玩家离场说 五号玩家你是一个定狼 七号玩家一定是一个狼走的 给你们点刀了 刀骨 我觉得可以 五八我觉得是 剩下的最后两个神了 真的 我觉得八号玩家是猎人 我听彤彤 我听彤彤反应不好 彤彤起身攻击这个八 说了一些有的没的 其实我觉得八号发言 还喜欢在我这儿过关 行啊 我过了 不是吧 好的 八号发言 念酒 OK 好了 谁叫你不自爆呢 念了酒 你们狼人还能活吗 念了酒你们还能活吗 狼刀不够 这句女巫优秀 还好读了一个狼人牌 我是一张猎人牌 所以我才知道 我没有中刀 AK大神 那你一定是狼了 好吗 反正九十出最后一狼嘛 一三都好人嘛 因为一号是 这个十一号 我认得铁狼牌 他说一是狼 哇 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 对一是怎么定义的 我听了一号的发言 我觉得就是一张好人牌 二号发言 我觉得很正啊 没有任何问题啊 三号确实当时 有点小犹豫 所以当时没有聊过你 你是踩了这个二的 而且三号跟二号 这么了解的情况下 竟然会认错胸困 我确实当时没放下你 但你起身说干四 我觉得如果三跟四 你们是狼队友 小刹你不会把四 这么轻易卖出来的 所以我把三也放下了 交牌啊兄弟 怎么 你怎么 还不交牌 还不交牌 我是张猎人牌 你们刀了我 我就把这个十一带走 好吗 你们怎么赢呢 白痴派我觉得是这个五号 哎呀你明不出来 AK大县早就明出来了 真的 不跟你开玩笑 哎呀我觉得这个时候 结弯 我要夸一波结弯 他每次说 我是让强盛派 我要拿紧辉 哎 很有用 很有用 非常顺利就赢了 以我对四号的了解 你就是在狼人牌 也很有用 因为昨天他也是这么把我归出去的 啪又用了 哎 真的跟高配玩家确实能学到很多 学到很多 所以我赞扬一下四 赞扬一下七 而不是 赞扬那个上 昨天的棋就是结歪 结歪你正在解说 我夸了你这么久 你应该知道接下去应该怎么说 对不对 就跟第一局一样 我抿了四张牌 四张牌都是身份牌 对吧 我相信你知道接下去该怎么 怎么夸我的啊 这九跟四我不知道 我本来认为是 四七十十一 因为十这个人状态太 太像挂身份了 那我是 我觉得白痴我已经找到了 我是上厌人牌 你应该没有什么神的身份了 所以我觉得十跟十一是最后两郎 你就把这个九厌了 九起身打了我 但我这个人对女人总是会心软 特别是漂亮的女人 还有三十秒 三十秒够了 就用来羞辱狼人 好吗 起身就聊暴 被我严杀 有什么用呢 昨天是因为你拿了四举好人 所以伦伦骗不了你 当然理解拿好人牌确实很强 拿好人牌绝对强 我觉得我已经根本骗不了她了 对 四号说她手刀的女 是你点得到吗 那就 AK大声点的呗 对不对 反正我觉得你们两个当中点到 好的 发言时间到 九号发言 九号发言 二号玩家你先看着我 你告诉我你夜里是不是要验我 如果你要验我的话我就不聊了 聊了那么多 反正下轮也是拿紧灰的 没必要 还浪费时间 验我是吧 验我过了 好 十号发言 好好跟你们说 八别刀了 明天我把他推了 一定是个狼 八一定是个狼 八还能不是个狼呢 你别刀了 真的 我明天一定推八 说话算话 我毕竟是井上说你四不好的人 对吧 咱们有一说一 我是不是井上就我时候 这位我说你四不好 对吧 我还说了理由 我说因为你那个位置已经认定了 二一定是个狼言家 后面帮二服一半天 二还不认你是个好人 说后面全是汗跳 对吗 是不是 你信 我都已经能 我井上就聊了你四 就聊两句话 我聊八聊了十句话 我对他仇恨值很大 明天我就拍身份 把这个八推了 算了 我说我也不拍身份了 拍了你也不信 我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信 对吧 我说是个神 你就不会信我是个神 我说我是个平民 你就有可能信我是个神 对吧 那没关系 到最后不刀我石 你就想 哎好气啊 这个石跳在我脸上 告诉我是个神 我都没刀 那没关系 好吧 这人就跟你博心态 好吗 爱刀不刀 反正你别刀八 明天我一定推他 说话算话 我也给推了 我觉得你们四五八三张老人牌 再坐深深 好吧 我全给你推了 行吗 都不用你动手 你就用外置为刀 你先把二刀了 行吗 二总会是个神吧 你先刀二 好吗 你别秀操作 去找什么枪 枪白痴 先稳稳当当的 把二刀了 好吗 行吗 跟你说 真的 你要刀我也行 刀我没人帮你推我五合八了 真的 我是第五屁了 过了 十一号发言 这不是自己出来了吗 你真是 四一个八一个你一个 游戏应该结束了 我觉得 可不可以 现在可不可以点神牌呀 可以点啊 可以点 我觉得三张神牌 分别你是一张 你是一张的 你跳的已经说过你的身份了 真真 你应该是那个白痴 对不对 你应该是个白痴 在 一和八里头 我个人觉得 你不是狼 他就是狼 或者你俩身份互换一下 就这样 没有了 你要是狼 他是你的同伴 四是你的同伴 没有了 就这么个配置 我是一个好人 过来 对 你是好人 谁也不能说你啊 是啊 我 我说好了 我从来都不攻击十一号玩家 十一号玩家是狼 我也说不知道 我 这个 说好的事啊 说好的事 十一号玩家是狼 我也不说出来 所以我认为十一号玩家是个好人 宴酒吧 定好了 宴酒啊 然后 酒不是 警惠拿到了 我相信九号玩家一定能带我们走上胜利 这个配置我还是了解的 酒是 你把警惠随便给谁 叫人家出局 好不好 这轮头四 我觉得这个游戏 讲多了没什么意义 大家其实就是聊会天 坐在一起吃喝喝 交到朋友 对吧 将来 不管走到哪 都我朋友接待 是吧 我们来到上海也好 你们到北京也好 这又是什么回事啊 我喝不了 我觉得这种局面 其实在讲更多的逻辑道理也没什么用 其实真不是严杀 其实龙哥也是 我觉得他也是听出来逻辑了 但是我们的发言时间有限 讲不出来那么多 只能先告诉一些玩家 我们是严杀 有机会呢 玩家跟我们交流互动的时候 我们再慢慢给你讲解 好吗 我好人 出四过了 一号发言 我觉得狼哥四七十十一 就十一号大哥 你是一个 在我们拿牌都不用戴面具的时候 就能定我身份的人 但是今天你能定错 那你一定是个狼 因为你想抗推我 就这么简单 不用打你多的逻辑 你定错我的身份 在我眼里你就是皮狼牌 多多不说你就厌酒过 二号发言 我能说话吗 快说 是啊 我是个凶手 我允许你说话 但是你绝对不能跟你 冤家的话一块 可以吗 但凡你要有什么 四号玩家 四号玩家 我穿上去 别去 别别别点上 别点啥 哎呀让我说话 四号玩家选择自报 先到发 先到发再到尔 发言就知道白气感 好的各位玩家三二一天亮了 昨夜五号玩家死亡 嗯 可以 十一号玩家选择自报 我是没有一眼 对 好 直接进入天黑 十一号玩家直接进入天黑 都在死亡 可以点刀 自报可以点刀 好的各位玩家天黑请闭眼 狼人杀新势力来了 警警的逻辑 说没说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回有可能魔咒 会得被打破了 群绝的视角 用自己的想法去感染别人 这是最成功的 敏锐的观察 超强的煽动 我给你们十秒钟抱怨 这就是Best Killer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微 三香 陈涂 彤彤 军军 火焰 AK 我是大飞 2017 Best Killer将出征 狼人杀战场 严谨的逻辑 奇妙的技巧 精彩 Best Killer 三 二 一 天亮 所以二号玩家死亡 二号玩家是否一家警徽 是否一家说就行了 我在心中 给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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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玩家请选择 一或三号开始发言 三号发言 十二号是精髓 所以让我发言 对吗 我觉得 是这样的 一号玩家 体现你配置的时候来了 第一轮我已经早出 点出三张老人牌了 最后一郎 交给你了 过 八号玩家请发言 他来来的 总是 找不出第四郎 只能点三郎 九 你还不自暴吗 哎呦 十号 总是只能找三郎 就找不出第四郎 气死我了 我让预言家 咽九是冲着精髓咽 原来是张查杀牌 还不自暴 因为我前两天 打开百度 百度是中国的一个搜索软件 就是搜索 狼人杀 锦辉柳 是什么 敲击回车间之后 他给我一张 一张表 意思就是说 反正我翻一下 大概意思就是 当预言家说要验一个人的时候 最后预言家倒牌了 他没有把警徽给他要验的那个人 那么说明那个人是一张狼人牌 反正大概意思是这样 我为了确保百度搜索 没有问题 我还登录了谷歌搜索 为之百科搜索 敲击狼人杀 锦辉柳 是什么 他们告诉我说 当一个预言家说我要验这个号码 结果他倒牌了 他没有把锦辉给到那个人 说明那个人验出来是查杀牌 我就觉得 这个搜索引擎 应该不会错 应该不会错 好吗 那么四七十一 九 四张狼人牌 就没有了 不自暴没有用 因为这是百度搜索 谷歌搜索告诉我们的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你去告百度告谷歌去 跟我无关 好吗 我刚学的这个狼人杀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出九 跟十说一句法语 I'm sorry 跟我 跟我注视了三十六点七秒 你竟然是在好人牌 不过所以说我们这个桌子 很多人拿好人都强于拿狼人 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这帮人要修炼 就得多修炼拿狼人时候的状态 相比较而言 我觉得国内狼人强于好人的人 真的很少 要么就状态统一点 可能指尖偏统一点 少帮主是狼人强于好人 我们多练练狼人发言吧 过了过了 出九 九号玩家请发言 你说了那么多 我都快觉得自己是一张狼牌了 你说的都没错 就是百度告诉你的也好 谷歌告诉你的也好 包括我自己的认知也好 我都知道 二号玩家说要验我 没有给我景会代表着什么 但我不是一张狼牌 所以呢 我觉得百度没有出错 谷歌没有出错 是二号玩家移交景会的时候 出错了 要不然我在这拼什么呢 对吗 就你说的都没错 要不我干嘛呢 我都觉得我有这自曝功能了 十号玩家或者三号玩家里面 你是验到 你肯定是在十跟三里面 验到了一张狼牌 你把景会给了一 但是你要把景会给我呀 因为所有人最怀疑的现在是我 我现在已知的就是 他在十跟三里面 一定验到了一张狼牌 想想他最应该会去验的是谁 我觉得是十号玩家 因为就是在那种 特别奇怪的那种情景下 八号玩家我跟你说 第一天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你是狼 你想想你在景上的发言 这种不慌的状态 以及各方面的 因为我没有拿一张猎人牌 我盘不到说猎人 当时知道自己的 已知自己的开枪状态 还是能开枪的 所以他知道六没有毒 你的感觉呢 就像我感觉的 你在狂敏十跟十一的身份 所以我当时觉得 你是一张狼牌 所以到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你是一张狼牌 我还要提醒十跟十一 让他们少发言 不要被敏出身份了 你说我已知 后面有我的狼同伴 我怎么都得知道 你是一个好人 让他们多多去发言 我不会让他们说 你还隐藏住 我在景上告诉他们 你们隐藏住 怎么可能呢 我确实是一张名牌 之后 我觉得应该是十号玩家 三号玩家 刚才发言太简短了 但是你在景上的发言 你跟四号玩家 刚才的对话呀 就是之前那一轮 你说四号玩家 你得是个狼了 或者怎么 这个对话 让我觉得不像 不像同伴之间 说的一个对话 不像 只有三号玩家的问题 只有在第一圈的时候 第一圈的时候 他说二号玩家 你不像一张预言家 你发言只有51分 就是去做低了 二号玩家的身份 但是三号玩家的解释 是说 他都故意给四号玩家 下了一个套 我不知道 没有跟三号玩家 一起玩过 这个是我不知道的 所以说呢 当时 我当时觉得 三号玩家是不好的 但是后来三号玩家 这样解释完之后的话 包括那么去逼迫 四号玩家 我觉得三跟四 不像认识的 所以十号玩家 最后一张狼牌 我特别想 叫回二号玩家 回来 这种错误以后 不能再犯了 尤其在这种 直播的情况下 我平平过了 十号玩家 请发言 尊重一下九号玩家 我来说一下 简单的一点的逻辑呢 我们还要回忆一下 在二号 警尚留着警惠留 不需要回忆了 别回忆了 就认为他会去验九 好吗 认为他会去验九 那么 我们回归一下基础逻辑 警惠没有给九 说明九是个查杀 把警惠给了一 那稍微复杂一点的逻辑 是上一轮 自爆是十一 而不是九自爆 如果九 是一张狼牌被查杀 是不是逻辑里 应该九自爆 然后十一 没有理由自爆 十一继续藏着 对吧 所以警惠 没有给九 是因为饮料 觉得复杂的逻辑 厂上的人 一定都能懂 全部都能明白 九一定是一个 逻辑里的好人 我相信厂上的好人的配置 我把警惠给一 这样能多定一个人的身份 一九都是好人 加十二也是好人 得从三八里出一张牌 你们去判断 二会不会干这种事 这是我的表水 好吗 我还是会去出九 因为我不觉得饮料 会在这个时候 只剩一狼 只剩一狼 他会认为 我们会扛推错人 你懂吗 我觉得饮料 应该相信我们 他验了九是个金水 就把警惠给九 验了你一 就别贪 就别给你了 对吧 就别贪 我们听听发言 一定也能找出最后一匹狼 对吧 那就先出九了 只是我尊重了九的 九在这种情况下 他却还辩驳 我尊重他 所以我来说一下 这是九 我觉得在聊的时候 我都聊得最好的逻辑了 过了 十二号发言 谢谢九号玩家 给我们发言的时间 然后我们稍微简单一下 终于有点发言的时间 能够再说一下 我觉得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这种局面 就像一号玩家说的 打坐标打法 特别简单 十一号玩家 AK大师 只要定错身份 他就是坏人 他不是失误 在他这儿没有容错 就不能容错 在一个四号玩家 其实第一个发言 特别刺激我 为什么我听完他发言 我觉得他一定是个狼呢 他说 十二号玩家的发言 十二号玩家发言 我打了两天 我应该能听懂 好吧 在BK的杀人游戏里边 我虽然是难敏 但是 谁说能听懂我的发言呢 基本上 我都定以为他可以杀手 我是在杀人游戏里边 发言最难懂 最难敏的一个玩家 这点还比较工人 我讲不了那些 显显的逻辑 我只能讲一些 高端配置 能听懂的发言 也许你们要慢慢习惯 但是我确实 少玩家只要一说这个 我觉得两天的时间 对于他来说还太短了 少玩家有这个配置 但是时间太短了 他强行给我安这么一个身份 当时我觉得他是一个狼 十一号玩家 打八号玩家铁狼 所以我认为他的逻辑上 其实犯错 但是大家都找到十一号玩家了 我对我这个知己 是不会说什么的 因为从他出现了以后 我在杀人游戏里边 不再扛推了 所以我们俩结成最好的伙伴 他打 八打四铁狼 他一打四铁狼 他认八也是狼 如果是倒钩的话 他一定要拆解 这个八为什么和四是两匹狼 还要护耀 他只要一步拆解 在逻辑上他已经失败了 不会说这个 当然一号玩家定义也行 我也是这么定义 说错了就不行 他不行 我行 我可以说错 他不行 就这么简单 童童的风格我特别欣赏 看AK都暴廊出局了 为什么 在这种没有活动的局 我们就是那种生无可恋局 只要是生无可恋局 都抢先出去 出去抽热烟歇会儿 在局中受折磨是一定受不了的 我们已经受不了这种局面了 只要落后就想走 我过了 好的 一号玩家请发言 一号玩家发言 就是 刚才也要把景徽给我 但我看他那个眼神 一定是没有咽我 因为他是在纠结给三 还是给一 那以至十二是个金水 那如果说 因为第一天 他景徽留的是那个酒 但是 十一号自爆了 他其实还会咽一天人 他 因为我认为 他一定咽的不是我姨 那我就在想到 第二天咽的是谁 第二天咽的是一个金水的话 就给那个人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 场上的大哥 一定都能把我认起来 我是一个好人 我一定不会抗腿 就我不知道 是我想复杂了 就是能不能 能不能他咽了两张金水 然后外置被飞给我 我不想 我不想 不就这样吧 那这样我就简单点 那就推酒嘛 推酒嘛 推酒好了吧 就推酒 推酒 好 金掌归票九号 区域玩家请在我到时候投票 三 二 一 好 九号玩家出去 游戏结束 老人阵灵失败 兄弟 这张自告的 一张定了 一张自告的 我见了酒 我还在这边 所以不把银费给我呀 对 见两遍 酒精光好人 好的 为各位简单的服务一下本集的游戏 本集游戏中 四七九十一为四张狼人牌 六号玩家为女巫 二号玩家为预言家 八号玩家为猎人 五号玩家为白痴 一三十十二为四张普通村民牌 第一天狼人刀众六号玩家 小阿K女巫牌 女巫牌选择读中七号大飞了 是 我知道了 然后女巫开读七号玩家 大飞格 愿言家验到十二号玩家为金水牌 第二天 老人 选择盗优众五号白痴 这个吴映竹真他妈牛逼 真他妈厉害 哪个是他的直播间 我要去他的直播间刷礼物 什么意思啊 带个问号的节奏 带个问号的节奏 带节奏 带节奏 这些游戏 其实六号玩家女巫中到以后 如果读到好人牌 狼狼第一天就直接 就快到了 我看你的目的去啥 我要看你的啥 这个问题的发言 确定一点 我当时我再换一种词路吧 我当时你来说你不会嘴 如果这话事情 你不认为你好了 你冲啊 你死了 我不可 因为我没跳的时候 我没有要你去跳 你跳出来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你的 如果我是一张老牌 我觉得你如果 你会觉得就是 留到的 留到你 我一定的话去参加 我不会在你参加 我没有这个小孩 你不可能 你是把他一命出去的 晚上 我跟 我跟AK老师商量的是 AK老师不知道这个手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要砍二 我说二不要砍 二是个游戏 我说这是游戏不要砍 砍了之后女巫抱个饮水我们就死了 我扒呀扒我身份的 我先别扒扒了 反正再琢磨个人 扒你了 扒我扒我再十一 第一刀怎么可能呢 昨天我就是让你开枪 因为我们交牌了 我们交牌了 我们知道女巫死了呀 我们起来就拍到了 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 你对吧可太亮了 要不然我们直接就把手 你说实话 其实怎么会有点 我会有百分之二 75的几率读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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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独成的 我跟你说特别准 左一右二一叔叔 哎呦 我跟你太迷 你这运有点有点错 我回家大家 哎 没错啦 左一右二一八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个狼 你说你还认为我是个狼 你就是没定我身分 那你就想说 那边就是个交了 你看这是啥 晚晚的乐了 我就交了 这个我 那边都没想到 我猫牌就知道我说啥 你告诉我 这回你给我是个狼 我是个猫村民 你说这上百万观众看着呢 我就不喊交牌了 我多聊一会儿 哎 就在锦商的几分钟之内 我就看他堵了谁 谁就可以骄傲的站起来 对吗 啊 我知道他没有读我 他也没有读八 如果我 因为他不了解他 如果我在七那个位置 我可能就自爆了 但是就算我跟你 低眼神 我估计你也看不懂 没有 但问题是 那时候 他只要不留你 不留他就肯定 不是不是 我是说如果我在那个位置 我对他了解的话 我知道他读 没有 没有 最多时候让我跳 然后我伯伯都说别行别行 你也跳一半失败了呗 然后 不是失败了 晚上女 女无阶段的毒药 和他白天上井 我就知道他死了 而我跳到一半 我本来 我们说是九号我也跳 我先跳 然后你跳 对吗 我跟他打了格式 但我知道他死了 而且你那个发言很难刚 很难刚 还要 不仅要紧上给你 一定是上PK台 12号投给你 七投给我们郎同伴 我们就全暴露 没有身份就没有了 我们就全暴露 我再骗一颗就差不多了 等于说你给我一颗发言金 上去拿牌 你见我得了 那我是白痴吗 你怎么每个都是白痴 年上这张牌了 所以不要让我跳牌 不要让我跳牌 他的发言真正告诉我们 为什么它是一张枪牌了 因为如果 如果我业力 如果是白痴 如果夜里 他想要打个反姿态 你找我是枪 你对我不是白痴 如果夜里你有毒了八 八个开枪撞权是下架的 对 我就说他拍不了枪 他知道自己没被毒 对 他知道自己没有被毒 他跟我规则知道自己没被毒 没错 说把我捕刀了 你别说我是枪 是这样 别说我是枪 对 哦 如果毒了 八 八 知道了 八 我会不会给这个手 八开枪撞权 如果法官宣布 我死了 我不能说 法官我能开枪吗 不能说举举法 但是白痴可以说 我能翻牌吗 是可以说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贝老师走的时候第一句就是说 那我们是不是轮次还是领先的 那个意思 然后说 好多呀我在想这个 对 对 然后不动你先 不动你先 入夜 入夜我们就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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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六七搜索我看着七号的眼睛 我就觉得他是一次吧 是 二十五楼 他说 我心就落地了 我找到这个一个位置 那八九七是出一的 我是出一出一个 大贝老师 今天说五号出五号出五号 我这个白痴出五 哈哈哈哈 他说他那个眼睛已经出牌了 那个李婷说必须少 或者变少 他他端有其他 我不杀八我们就交牌了 倒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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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暴露了 我们全暴露了 都怪我们 他直接把我帮跑了 那你不杀他 你先砍了五 再砍二 再砍八 来不及 我没有 他们轮次不会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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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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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两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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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带四十年 对啊我吃了 我还没吃了 吃两瓶子 他没说了 你都是长得我给你 这是圣华吗 哎呀 哎呀 我在底下就熟了 我是一张博士冰牌 你们一定在熟 好人大哥 一定能熟下来我 你打我 那你打我是狼 那你就是狼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在底下就熟了 后边想起来 一好一人说过这个话 一好一人现在更好 不过你那好人是有 看一看 那我多有抬气 不是 你能听懂我这一句 我 我终于你老 我少一点点好人 不过你 你要点打我 因为你老人 你不在想考对位 那我 一定是好人 对吧 你都做了一个不错生命 我就不卡你了 哈哈 就是这样 我面前就只有七个人 说在底下 所以 你还挺餐狼的 一刀一刀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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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刀 一刀 你可你 搁 立刀 是 就 姍姍 小喜 我不吃了 小喜 为了你我不吃了 让你吃了 你能为了我 为你不吃槟榔刷墙吗 我的周榜上还没有墙 很难受 我去跟他们普及一下手势 我跟AK老师都知道二十个神 但我叫他不要看 我说二十个预言家 我跟他比手势他看不懂 他说是最小的我 一件不统一 随便读 怎么读都是他 只要不读我就行 他怎么读都他自己说的那几个 他怎么读都对 他说我好想读诗 我还要读七 我还要读十 我会来接 我晚上只要记住 战略安排很好 我上面给他拿着二十 你看看是吗 他这 开这太有意义了 太吵 他们在聊的时候能听到吗 那你开一个呀 开一个这边能听得到的呀 我不是说我暴露了 我是觉得没有意义 很多人都说我们 我们跟那个商人高手 先统一下首饰 这个是预言家 这个是女巫 白痴是这个 白痴是这个 我晚上跟他插点 也不是吵起来 反正就意见不统一 他的意思是 什么意思啊 你都说是二十个生 那我俩统一二十个生 为什么不卡 这个不明白 白痴是这个 白痴是这个 枪是这个 牛是这个 我搞这是牛 我建议大家 这个是白痴 快点发盘啊